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接个电话 喂 喂 你到底要干吗 我在你们家门口 你出来一下吧 我想跟你谈谈 你要是不出来 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你 那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 是依然吧 他找你有事 说是想跟我说说话 在咱们家门口呢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他说清楚 去跟他谈谈吧 好 好 我出去一下 嗯 你想说什么说吗 一练 一练 想让你周六陪他一起去上亲子互动课 我没时间 还有 从今天开始 我跟一练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请你不要再依此为理由来打扰我的生活 好 既然没有关系 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录这个 我不想办图儿费 哪怕讲个故事我要把它讲完 这跟一练没任何关系 换成其他小朋友 我谈少雨一二人 你怎么又变得这么冷漠了 我们之前误会了八年 那都是因为你妈妈 现在误会已经解除了 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在一起了 你怎么又这么对我了 我们之前都那么好了 你怎么又这么对我了 有什么事你不能跟我说呢 你为什么要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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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没有误会 没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总把简单的事情 想得这么复杂呢 我就是想跟过去说再见 想跟你说再见 你明白吗 就这么简单 我讨厌纠缠的人 你别再来纠缠我了 行吗 是 你是被我做了 做事 你又怎么样了 对于我谈少雨来说 这无所谓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则也补偿 数我 你别听 行吗 潘少雨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是 我说的不是人话 你听不懂啊 那我懂了 谢谢你 我以后都不会再来打扰你了 别再让我见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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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儿干嘛呢 有些事家里说不方便 想跟你商量一下 又是医兰的事吧 劝了没用 早早回房间睡了 情绪还是很低落 这医兰的性格吧 也不是不知道 谁劝都没用 逐一大着呢 你说这谭少宇吧也是 这刚刚跟这医兰稳定下来啊 这医练的身份也明确了 你说这水到渠成了吧 在这看劲上你说 怎么来这么一出啊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呀 他就是这样的人 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真是 医兰被他折磨了八年 这还不够 什么意思呀 全世界都应该爱他 无条件接受他才对 我去 不是你 你怎么突然间又这么极端呀 不是前段时间 还夸人谭少宇来的吗 这世界上啊 除了非黑即白之乱 也有中间段 我不是极端 我是太善良 我就是被他蒙蔽了 你干嘛呀你 干嘛老 老向着他说话 什么意思呀是 我怎么躺着也能中枪啊 我这叫声论事呢 也能说到我头上啊 男人都一样 怪不得从来不站在 我和易燃的角度说了 一秋之河 我说你 你这是 生什么气呀 这 你车都一天没出来了 饭一点没吃 你也没事啊 易燃 那个 出来吃点东西吧 天乐特地给你做了个 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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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鲑鱼 它煮了两小时 特别好吃 特别香 过来尝尝 对对对 这这 这松属鲑鱼 那味儿一闻啊 特别开胃 那个还有 你不是喜欢吃那个 梅菜干炒腊肉吗 我也给你做了 你还想吃那个 湖南辣 辣椒 我专门找那个 湖南的老奶奶店里啊 跟人要的 人都不给我 要了半天人才给我的 特好吃 你你 出来尝尝呗 这个特别香啊 这色香味俱全 那个我告诉你啊 我刚刚偷偷尝了一筷子 味道真的特别好 你不出来吃光了啊 你怎么还真吃啊 做演员是不是也得 演得真实的呀 果告体验还体验体验呢 我不吃我怎么知道 这个味道 到底怎么形容它得好呢 你你 你出来了 要不你尝尝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不是 那个 你们都别跟着我了 我这 穿成这样 这么热下去跑步啊 这不得中暑啊 不是 她这心里头吧 可能特难受 这憋着感情呢 也出不来 你想啊 平时咱俩都在家陪着她 那感情闷着 你你你你 你得她释放出来啊 那怎么办啊 你也不这样的啊 给她二十分钟时间 二十分钟以后啊 咱再下楼 嗯 那这菜怎么办啊 那 那 你不知道吃什么呢 怎么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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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妈妈 什么 毅然 要不咱回去吧 这大热天的 你在外面这也不行了 还不回去我们陪你聊会儿天 对啊 你这一天没吃饭了 你这么跑身体会出问题了 回去吧 我没事 回去吧 我们知道你这 思念头肯定特别难受 跟谭少语这儿 要不这样 我们陪你找他去 咱当面跟他问清楚好不好 对 我找过他了 那 他 他怎么说的 他让我不要再去找他了 他 这 怎么会这样呢 你这么多年感情还有依恋呢 是 怎么会生热卷 错了 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了 我当初也不应该生日依恋 给他造成负担了 你这么说 你们回去吧 我不会想不开的